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陆飞学生提供的OpenSat云计算系列的视频 我是竹江老师周一祥 最近我们来学习一下真的快存储的一个安装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真的快存储 真的快存储它是提供快存储服务的 也就是说提供出来的一个磁盘是给我们后期的一个云主机 也叫实力去使用 前面咱们学习过KBM去给虚拟机添加磁盘 那这个Thunder呢就给我们的云主机添加磁盘 好,存储的分配和消耗是由快存储驱动器决定的 它是由后端多后端的配置的驱动器决定 也就是说Thunder本身并不提供这个存储 Thunder只是一个管理存储的工具 它只是一个管理的 它后端支持很多的一些存储的驱动程序 比如说硬件的NAS和散存储 然后呢,咱们之前学习过的NFS 还有LVM 当然,还是当下比较火热的一个Five存储 那本次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个后端存储呢 一个是LVM,一个是NFS 好,关于Thunder 它跟Nova是非常像 比如说Nova的Compute 它本身也是不提供虚拟化服务 而是通过调用LibWord 然后LibWord呢,又支持KPM虚拟化 支持KPMU,支持阵等等 就一层一层调用的 那Thunder也是一样 Thunder本身并不提供存储 它本身并不提供快存储 那由谁来提供这个存储呢 这个啊,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组件 首先呢,Thunder有个ThunderAPI 那这个也是跟其他一样 专门用来接收外部的一个API教育请求 然后呢,就是ThunderValume 由它来提供真实的一个存储空间 比如说它才是真正干活的 类似于Nova的Compute 真正干活的 但它跟NovaCompute也是一样 有多个啊 当我们增加多个存储节奏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有多个 一旦有多个的话 当我们接收到一个快存储的 创建一个券的时候 创建一个券啊 券我们管它就 Thunder服务就是为了提供券的 给我们的实力提供券 那当我们要创建一个券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ThunderScheduler去选择调入 把这个券创在哪一个ThunderValume上面 最后还有一个是ThunderBackup 这个是备份这儿的 几乎咱们平常没有用到 所以主要用到的主件是 ThunderCI,ThunderValume,ThunderScheduler 相对于Nava来说 它的一个东西已经 大大增少了 主件 价格比较简单 接下来咱们再次回顾一下 OpenThunder的通用服务的一个 安装步骤 首先是 虚固中创库授权 然后在Thunder里面去创建 系统用户 那这一次咱们需要创建 Thunder的系统用户 然后在Thunder上面去注册API 我们这一次注册的就是 Thunder的一个API 当时咱们举例子 用的是电话本 然后是安装它的一个包 修改配置键 图谱数据库 启动服务 这些步骤都是通用的 那接下来咱们就按照 一个我们的文档 按照我们的文档 来快速的把这些部署上 好 那接下来咱们来进行一些操作 首先是数据库的创库授权 所以我们进到数据库中 这里它只创建了一个叫做Thunder的训练库 好 当然是在T-Score中去创建 一个Thunder的系统用户 好 这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继续 接下来是注册Thunder的一个API 创建服务注册 对这里它有两个服务 一个是Valume 一个是Valume2 它是为了兼容 所以有两个服务 那对呢 因为有两个服务 所以会有六个 六台Pi信息 那这里咱们就 来创建一下 它就比其他的要多一个版本 目的是为了兼容 等它创建完成 好 完成之后 接下来咱们装一下Thunder的一个软件包 软件包让它进行安装的 然后我们打开光光文档 来看一下Thunder服务的一个要求 跨存储服务 首先这是跨存储服务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安装 并配给控制节点 这些步骤咱们刚刚已经走过了 那接下来咱们只需要去看一下配准件 首先配准件的第一部分 连接收入户的一个配置 这个咱们就不再细说了 第二个 使用Valume2 设计到跨节点的 所以之间的通讯 就得用到的Valume2 你看Class没有跨节点 所以它不需要Valume2 然后呢 下面是Kip工的一个认证 接下来再看一下MyIP 还是跟以前一样 然后一个锁路径没有了 这个配置就相当的简单 相当的简单 那接下来注意看了 当我们把Thunder的配置文件改完之后 同步继续录的时候 这里又写了 要配置计算节点 使用块存储服务 告诉大家 这里又是一个翻译的错误 为什么呢 当它改完Nova的配置文件之后 重启的又是Nova API Nova API只有控制键点上有了 所以这里应该是配置计算服使用块存储 这里千万不要是去改计算节点 改的是控制节点的计算服 好 接下来 咱们对配置文件进行一些修改 这里已经给它准备好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配置文件改完之后 咱们来同步一下数据库 它的数据正常的一个输出在屏幕上 最后提示档 那就代表完成了 好 接下来咱们启动一下服务 启动服务 稍微有点慢 好 接下来 我们来检测一下咱们的服务 是否启动正常 检测命令是什么呢 真的 Service List 好 这里提示它已经是up了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你可以过十分钟之后 再来去检查这个 目前来说除了Center API 就只有一个Center Scheduler 所以这里咱们只能看到一个服务 好 这里咱们的控制键是安装好了 下一节咱们来安装这个计算节点 不对 叫存储节点 只不过这里呢 咱们把它安装在计算节点上 下一节我们将使用单腰进行这个安装 好 这节咱们就讲到这里 其实就是宏盘的 推荐 怎么购定了